Hi, 今天我們去巴蒂亞的Columbia Picture Archesurf 去玩他們的水上浪漁 他們位於巴蒂亞的南部,坐巴士不算太方便 所以我們就試試兩個call check app 看看哪一個方便一點 我們就先看看Grab 進去就輸入我們要去的地方 輸入Columbia Picture 按輸入其實就已經找到了 我們就按一下我們的目的地 首先就會顯示14分鐘和8.5公里 之後就會有不同車的價錢 我們就當然選擇Just Gap 價錢為泰豬157 我們就比較一下才訂 接著我們就開開Boat來看看 選Columbia Picture Archesurf Boat就會顯示最快2分鐘內就有車 而且也有不同車種可以選擇 跟Grab相比一下價錢 相比一下之下電單車的價錢差不多 其他車種Grab都比較貴 以同等車種為例 Economy對Just Gap Boat的Economy 就泰豬85 Grab就收成157 Grab是比Boat貴的 好,我們就選Boat來用 按Confirm Boat就會幫我們找司機 好,去找到司機了 看一看他知不知我們這間生意 85元台帳,20元港幣 真是便宜 司機OK,2分鐘內到 黑色Toyota,車牌號碼817 我們可以從地圖清晰地看到雙方的位置 過了一會兒之後 過了一會兒之後 司機就訊號我們 他就說 I'm on my way 那我呢 亦都回覆回去 覆回去Grace 有時司機會經這個APP 打電話過來 我們用簡單英文回覆他就可以了 這個APP 有不同的溝通平台 都算不錯 而且坐完車之後 可以用現金支付 之後也可以對司機評分 如果等車大內 也可以cancel這個order 都幾有安全感 不過Boat跟Grab相比之下 在泰國市場都算比較新 所以官網表示 他的服務城市只是包括曼谷 清邁和布吉 不過我們在巴提亞用這個APP 都用了很多次 而且也很順利 不過記得的都是 去到其他城市的時候 如果法國Boat 找不到司機的話 就要用Grab 好,我們的車已經到了 我們先上車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 記得like,subscribe,comment和share 好,下支影片再見,bye